好 大家好 各位同學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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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早晨 很開心可以十二這麼早 就在大波 就殺過來 那但是呢 今晚有空氣了 其實為什麼可以今天來到呢 就是其實我回來香港 就二十天了 那我都要分享二十幾場講座 可能接受不同的傳媒訪問 那為什麼校長約到我呢 一來真的跟校長是朋友的 二來就是本身呢 我今天原本是不接任何的講座 因為我都要休息一下 而且我還沒有執行李 我老婆經常都說 執行李還沒有 執行李還沒有 那我都說呢 講完這個講座給你們 那但是呢 當校長叫她的時候呢 那我十分樂意 因為呢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很差 很失敗的經歷 也都呢 我真的希望成為一個鼓勵就是 如果論英文 你們又不會有人差得過我 論家 我自己都是一個很創傷家庭裡面成長 那變成呢 我都很想能夠激勵一下大家 原來我們人生呢 是可以很多可能性 可以很精彩的 好 呂先生不如這樣啦 是 我們呢 剛才少少介紹你啦 不如你跟我們講一講你的童年呢 介紹一下給我們認識一下 呃 我就住在彩虹村的一出生 彩虹村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哪裏呢 就是有個地鐵站上過來 還有呢 整天有張照片呢 那些人說是打卡位的 拿了獎的那張照片 就是那間大廈七彩這樣 那我真是住在那間大廈的十四樓 那就 嗯 怎麼說呢 小時候很不喜歡家 因為在我三歲的時候呢 我爸爸和我媽媽呢 已經離了婚 那我在一個單親姦情裡面成長 所以剛才教授講了啦 那另外就是 因為我爸爸是一個吸毒者 那變成了呢 就是他經常都搞到家裡呢 是混無零一 很麻煩 我試過有一晚就是 睡覺睡到凌晨五點幾鐘 熟睡的時候呢 突然間就有人敲門 那個啪啪啪啪啪啪 很吵很害怕 一開門呢 就是警察來 因為要抓我爸爸 接著第二晚又是差不多時間 我想想 喂 我爸爸都被人抓了啦 還來 又是很大力拍門 原來就是那些 就是來收數的那些 因為呢 我爸爸當時欠了那些 所謂的叫跪離啦 那所以有一次 就小學的時候 一放學 那我坐在紅村呢 就是 一出升降機呢 是兩邊走廊 很長的走廊 那我之前都有傳照給你 阿聖文 幫我按一下 按一下拋桿 按一下 喔 麻煩你 再按多 按下去 按下去 再按兩三下 這裏是 你找到大家的地方 啊 好 這裏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呢 就是彩虹村那條走廊 那條走廊是很長的 那我就住在 尾椅那個單位 那由小時候開始呢 就很害怕 剛才我講話 有一次麻麻呢 就是 喔 好 麻煩你了 喔 好 好啊 哇這個畫棚 那個Ponta很好啊 還有一個科技 這幾天才認識的 就是這樣 那就是呢 這條長廊 就是我住在尾椅那個單位 那我每次回去的時候 一流鏡 小時候很怕黑 又怕鬼 那樣 然後呢 有一次就是呢 一出電梯 那很多紙呢 就連住在 這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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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媽媽 立刻說 阿聖阿聖阿聖 快點 撕掉它 那你知不知道 這些是什麼字啊 對了 追債的那些字 就是寫了 說我爸 女什麼什麼 然後呢 就說 小 那樣 就要我媽媽 快點撕掉它 那我拍這幅照呢 就是 其實 我在這裡呢 很多時候看這裡 在這裡做什麼呢 就是在這裡 哭 因為 因為經常跟 爸爸經常都搞到家庭哭閉 經常罵我 經常罵我 那很不開心的時候呢 走了出來呢 就要在這個位置那裡 就是很不開心 所以呢就是 如果校長問我的童年呢 就是充滿著不開心 充滿著自卑 那你見到我們現在的身高 就非常睇 那原來呢 那天才問我表弟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比我多呢 就是我有十五個表弟叫妹 十五個 那論年齡呢 我是大表哥 但是論什麼呢 我都是最壞的 論身高 我是所有男性最矮的 論讀書 我又經常都是不合格的 論體育 又是很差的 所以從很小的開始呢 我又是覺得 什麼東西都是被人比下去 就是覺得很自卑的 是 很快的 童年呢 就介紹了之後呢 我就知道呢 繼續 你有讀書的 是 讀小學 讀中學 嗯 剛才我們有介紹你本書 會考零分 是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當時你拿到零分的時候 我感受是怎樣 嗯 咦 校長沒有去喝茶的 喝茶的 喝茶的口罩 是嗎 哈哈 看到你的英俊一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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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實施過派成績 那時候會考呢 前一晚就會有些傳媒報道 多少個10A 多少個會考零分 那我吃吃飯的時候 我看夜五間新聞 那我媽媽就問 喂 阿俊 你會不會會考零分的 我說當然會 不可能 然後她說 那你打算多少分 我說一分 因為我沒理由 中文都不合格的 我都叫做講得 很流利的廣東話 或者在寫作文的時候 我自己都寫了這麼多個字 那誰知道在那個會 就是放榜的時候 派成績單的時候 在那個秘書小姐那裡 一拿一張成績單 嘩 我真是非常可憐 因為 真是拿零分 所以那時候就考得很差 但是我那時候很單純 什麼叫很單純呢 就是我那時候看報紙 經常都說 找工作 因為我不喜歡讀書 我經常想著 快點在學校坐完 我想現在成校 應該有三個是我的朋友 就是不喜歡讀書的 然後經常想著 坐完中學就畢業了 畢業我就可以不用讀書 我就可以找工作 那我就看報紙 那份份工都說要是中學畢業 那時候的中學畢業就是中五 你現在的中學畢業就是中六 那變成就捱了 怎知道拿零分成績單呢 我真是去見工 見工的時候 我就看那些 那你讀書不多 當然是看一些可能很低技術的 普通的人工低一點的工 那份工就叫做辦公室文員 那樣的 那我就走到灣仔 就是在諾卡那裡 這樣就見工 那我上去 那他坐下 就是走到那個卡卡 跟那個秘書說 麻煩你 我來來見工 然後他就給了一個方案 他說 啊 我看了一份方案 哎呦 大故事 英文 那我先關掉這個 那我先關掉這個 那個名字我當然知道 Name 那樣 那樣 那我填 address address就是地址 那我填了 九龍 彩虹村 丹鳳樓 那樣 那些填到最後 我再寫一次 就是括著 in English 是英文 那我不會寫英文地址 那我就寫地氣 給個秘書 不好意思 不懂得寫英文地址 寫中文行不行 哇 然後他就說 很大聲地說 那搞錯了 因為 中文畢業 英文地址都不懂 我寫好像你那樣 就死了 哇 那時候坐在那裡 那有人 其他人一起見工 哇 然後呢 已經很面猛了 然後進去見工 然後有個老闆 那樣 就坐在那裡 但是他就沒有行長的樣子 那麼有事 他就很酷 即是說得白一點 就是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 那他就看完那張 成績單 即是寧輝那張 再看完我 填到鬼五馬六的那張利力表 接著他 很直接地看完 講了一下幾個字 他說 他就說 你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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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他意思是說 你來見工 你來找那幾千塊錢 然後他說 你憑什麼 我那一刻 不知道怎麼說 即是 我人生沒試過 在那個時刻 你沒什麼好說 沒有那個感覺 我不懂得怎麼形容給他聽 但就是那個感覺 很差很差 所以到 就是少少東西 不能跟他講 然後我就真的出了門口 下了樓梯 出去了 那時候我回過教會 那我真的想起 教會曾經 爸爸分了錢給他 然後他去到很遠 然後就花了錢 然後他覺得很差 看著那些豬燒 就是養豬 當地的地方 饑荒 當地的食飽 他養豬 那他看著那些豬燒 他就想 吃好 突然吃好 因為真的太餓 但是他就想回 喂 我家的工人 都不用吃豬燒餐 為什麼我要這樣 那他真的起身 真的回家 那他得到爸爸很大的接納 那這個就是講我們的天父 講上帝 那我真的回到教會了 那教會的傳道人 他就問我 今天我都問你們這個問題 你試試今晚夜南人靜的時候 你想一下 他就問我 喂 呂俊 既然你覺得這個感覺 被人問你憑什麼 這個感覺這麼差 不如你試試想想一下 你將來想做些什麼的工 將來想做些什麼的職業 那我當時就想了一會 我就回答他 啊 傳道人 我想做三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做教師 第二樣就是做社工 第三樣就是做牧師 因為這三類的人在我成長過程 幫助我很多 譬如社工 他真的幫我申請 那些叫做中門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什麼 就是政府那些 津貼那些 那我申請做門 那老師 我又接觸了很多 在我成長的過程 接觸了很多好的老師 然後另外就是 傳道人幫助我很多 所以我說 如果有一天真的任我選 我就要做這三樣 事大一樣 那他說 喂 如果你要做這三樣 事大一樣 你真的要再讀書 那原來有種目標是很不同的 那我真的可以由會考0分 然後很感恩 考到19分 然後考到中六中七 然後進去浸會大學 所以就能夠大學畢業 然後再入中大讀碩士 然後這樣就是 現在 那這樣就 上兩星期就學士畢業 那所以 原來是可以的 即就算本身很差 原來都可以再起擔心 正如剛才呂Sir這樣說 我就覺得這個 是正正在身為 身為規環的起點來的 就是你想有什麽目標 你想將來怎樣做 那有些目標 那有決心 有方法 有途徑去做 那當然 我知道你 就很快地 就將剛才你那個 那段人生的階段 去和我們分享過 這段人生的階段 以我所知 其實就算你再讀書 其實是困難重重的 那要好像讀了幾年的 那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怎麽面對這些困難 有困難 你到的時候 你怎麽去解決的呢 譬如最難就是英文 那我完全真的不懂 我當年會考的時候寫英文 我是完全作文 作不到的 一句 即是合文法的句子都沒有的 但是那時候真的要一步一步開始 我簡直去到最早期 不如這樣 我分享一個 我教一些學生的經歷 就是我那時候 當我教書 即做老師的時候 找學校 那我只有兩個條片 就是我自己設定自己 希望帶出這兩個條片 我就去 第一個 就是那間學校要有車位 因為我太喜歡炸車了 所以就去車位 另外就是那間學校要夠差 我就在那裏找一些報紙 然後他就曾經說過 那間學校有一班說中義的學生 是帶了一把刀回學 那不知道做什麽 應該不是切東西 那我看了 嘩 真正 我就是要去這間學校 那我去見校長 那校長問我什麽要求 我問校長 我可不可以教你學校最差的那班 然後校長就咪咪咪嘴笑 好啊 你教 然後那班是中義的 不知道七班還是六班 最差的那班 嘩 他呢 英文字幕有多少個都不知道 那我就說對 那我就跟他們一齊 我說 呂常當年都是很差的 是你的朋友 那我就用我的方法 去跟你們一齊去學英文 那結果呢 那我就每日 我只是跟他們 麥五個三字 每日五個 每日五個 麥足半年 那什麽叫每日五個呢 就譬如說星期一 就是星期五 那星期一呢 那星期一呢 我就教五個 那我在哪裏 拿些英文三字呢 我就是跟他們看電影 跟他們看港產片 跟他們看周星全片 然後呢 就拿那些英文字幕呢 跟著就看 其實他在講廣東話 究竟是甚麼的英文字 那就看 看完之後 一看就五個 就是星期一就五個 星期二就麥五個 星期二再看 又加了五個 就是星期三就麥十個 那整個星期呢 就是儲了十幾二十個生字 那到今天呢 我就要麥翻之前一個星期那邊 還有呢 我呢 去麥書的時候呢 平時 我自己小時候的英文老師教我呢 就是講英文 麥英文的麥 但是我是講廣東話 麥英文的 因為對我來說呢 我的英文差呢 我每次作文的時候呢 其實我是翻譯的 甚麼是翻譯呢 就是我腦裏面 想了一個中文 跟著我是翻譯中文的 所以我第一個步驟呢 我就要令到那些學生 想起中文的時候 就會想起英文 那還有我開始和他們麥書呢 越麥越長的 我是麥整句句子的 譬如說你今天吃飯了嗎 我這樣講 接著他們就要寫那句英文 那以後呢 當他們再慢慢去 我們叫做建立 build up 一些字的時候呢 那就可以整句句子 跟著只是換那些 adjective 換那些 verb 換那些 noun 那就是一句句子 那所以就慢慢幫助他們去 去建立那個英文的能量 因為其實我都是這樣開始 結果就是這樣 在一年之後呢 我的班本來是最差的 就變成了那七班裏面 第二號那班 那就僅次於精英班 所以後來這個方法呢 我去澳門教清局分享 在香港其他地方呢 將來推廣這些英文的方法 但是就學那些 好像我那些 邪惡的人呢 這樣來去開始 所以剛才校長其實說得極對 第一 那個career class呢 那個生涯規格呢 就是你想怎樣 那你今天就要怎樣 我一整個月內 例如 校長吩咐我 八點鐘要來到你的學校門口 那我就要計 我要幾點起床 那我要六點幾起床 那為了隆重歧視 要去張我的頭 對不對 然後呢 再計害我 我坐車過來 要幾來 坐甚麼車 那要計的 我當年就是沒有計算 就是想著坐在中午就畢業 根本就不知道坐在做甚麼 結果就亂了 但當我很有目標的時候 我就真的剛才八點來了 你的留言我都未聽 我就已經來了 然後就馬上去他的房間 然後簽名的 因為有份禮物要送給校長 然後簽名的名字 然後一國來 然後老師就稱讚你們 大家都坐得很好 好前線 然後就來了 時間就很準 所以今天 我也想你們今晚想想 其實你想怎樣 李Sir 是不是幫我 還未到 剛才你講了很多關於 你學術上的最後 是 是 我以我所知 其實你生命裏面 除了這個不斷的增值 這件事 我們覺得真的 你叫做絕地反擊 零分 一步步會上回 到今天 兩個星期前 你拿到博士 還是拿獎學金 最高成績的形式 我又知道你在人生的階段裏面 你有兩個 我暫時知道這兩個 都是不可能成可能 我們很想研究一下 究竟你有什麼因素 譬如說 曾經你學琴 是不是 你一年 由一個什麼都不懂的 好像打字機那樣去彈琴 就考到五級 到現在你考到多少級 八級 差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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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有效 就非常難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你五音不全 但你最後 經過訓練之後 你竟然可以出到搶帖 是 這兩個 不可能的事 我們通常都覺得 唉 我都 這個條件那麼差 那條路差那麼遠 我都應該不行 但是你的思維是怎樣 有什麼的因素 令到你真的能夠達到成功的呢 嘩 校長你提得很好 這個真的要說 剛才校長講到說 有什麼條件令到你成功 我很多時候都會想就是 要成功 就要有條件 是吧 但是我當日 我看學校有沒有這本書 如果沒有就請一本書 看看賣賣到 那本書叫做《多走一步》 《多走一步》 《多走一步》 就是楊莫高牧師寫的 雖然是楊莫高牧師 但是他講很多東西 很激勵 其中那篇文章 叫做《負條件》 什麼叫做《負條件》 就是正負那個負 OK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説 曾經有一個希臘的演講家 他小時候 夢想是想做演講家 演講家 就是說什麼也講 不是說話就厲害了 但是原來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是口吃的 講話就在講話 他真的試過年輕的時候 因為希臘以前很出名的演講 他們說乘過台 乘過台就可以站上去 講 像學校一樣 有個台 然後又去講 他真的試過上台一講話 接著就口吃口咳咳 被人去回到台 被人欺負下來 但他的夢想真的是想做演講家 裡面他舉了一個什麼例子呢 就是說他想做演講家 他不單止是沒有條件 還是負條件 結果他做了幾個動作 第一 他就剃了自己 好像剃了一段頭髮 令自己很肉酸 沒面子見人 那做什麼 令他更加專心去練習什麼呢 真是他就向著大海 你們很漂亮 這麼漂亮的海景 他向著大海 然後練聲音 因為他小聲 第三 他還要含著小石子 去控制那條舌 因為我們講話清楚不清楚 那條舌很重要 他就控制自己這樣 結果他最後真的做到演講家 其實小時候除了彈琴是夢想 說話 有一天在台上可以站著這樣說話 我自己都是夢想的 但對我來說也是負條件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到中二的時候 我連搭小巴都不敢喊下車 我和我表弟一起搭小巴的時候 每次都要遇到他 我說喂 你喊下 你喊下 然後他說 為什麼不敢喊下車 不知道為什麼 就算說 前面有了 我都不夠膽 後來一些心理學家就分析 哎呂 Sir 因為你自卑 你看到自己就是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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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很細一粒 那你不敢發聲 但是當你有夢想的時候 你可以去追求 我小時候就覺得 哇 彈琴的人很厲害 很人啊 那我就試了 那我記得那時候就是 我本來有二級鋼琴的 在三十多歲我才有二級鋼琴 那後來放下了八年左右 那我真是想低起心肝再學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都是見大哥 那我就去那間鋼琴行 我就站在一個櫻桿前面 那哥哥就坐在那裏填東西 那我就問他 我說麻煩你 我想來問你學琴那些東西 那然後呢 然後他就問我 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說小朋友多大呀 然後我就說四十 然後他說 蛤 你呀 我說不行嗎 然後他說不是 我覺得你保養得多好 然後我說那學琴怎麼算 他說你想學幾級啊 我說想學五年級 然後他說你原本幾級啊 我說原本二級 他說你多久沒有練琴 我說都八年了 他說不如這樣吧 因為學琴是按鈴很收錢的 他說你先布置三級吧 又便宜一點 但是你記得我是要有目標清晰的 我的目標就是五級 我的目標就是一年後有五級 我就要找人告訴我 今天到一年後要做些甚麼 要彈些甚麼歌 要彈些甚麼Scale 要彈些甚麼Site Reading 我就要找人這樣告訴我 那條路會怎樣走 然後他就說 那你堅持沒辦法啦 你要付錢就有你啦 那去到學琴第一人 你知道琴房很小 然後有個老師就坐在我旁邊 他就坐在我旁邊 然後他說對 我通常都要問一些大人的目標 然後我告訴他 我要一年後拿五級 然後老師就說好啊 然後拿一本那些Children Pieces 綠色的 我跟老師應該認識 綠色的 給我一首歌我試一下 一試的時候 我叮叮叮 因為真的太久沒有練 完全不行 那些Scale Reading 很慢 然後他就說 不行 不行 不行啦 第一 你走音 第二 不知道為甚麼是說三次 你留意一下你媽媽 吃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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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提醒了 你下次試一下數 Yes 你會數到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當他說不行的時候呢 我就說 老師 為甚麼不行呢 他說 我啊 搞這麼多棉琴啊 你啊 現在啊 一級都沒有啊 你下延點黑五級啊 然後我就說 老師這樣 你給我一段仔 一個禮拜後 我回來綠琴 如果不行呢 就算了 我的意思算呢 就是不用你搞 是 因為我份人呢 就是甚麼結束 差一分鐘 校長均衝我 就要搭狗的 還有一分 還有兩分鐘 是 我份人就是甚麼 誰看少我 誰看我不起的呢 如果 他戴眼鏡 的話 我就要你跪下 我就要你跌眼鏡 如果你沒有戴眼鏡 我就要你戴眼鏡 因為我就要你看錯我 沒有理由 我女進被人看準的 甚麼意思呢 即是被人看錯我 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很有趣的 人家看你不行呢 就說 是呀 我不行了 那怎麼辦 那你就 stupid 說英文好像容易接受 容易出口一點 那就stupid 你整輩子都看不起 到十年後 我又見到你 我都說了你的啦 但是我就要進步 去告訴別人 結果下個星期 我真的彈了給她 然後她說 哇 你真的可以 但我都不看她去教 因為她真的不介意她 因為她態度不正確 結果我就真的找 另一個老師苦練 然後最後呢 真的在一年之後呢 我就考不及 我還要拿了 不單止是pastor grade 是拿了pastor 就是murray 然後就是distinction 我就拿了murray 所以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努力的 不過我也想說 有時候努力了 但你要努力過 是真的 你要找到好的方法 到今天呢 其實我彈琴一樣是勁詐 一首歌要練很久 所以我已經去到今個月 上個月我剛剛年過半百 慶祝了我50歲大壽 那我就想 如果這件事我繼續學下去 都不會真的很厲害的話 我就轉了 所以本來我是一個肥仔 我的腰就是36吋 現在已經是血了很多 現在我不斷學習 我一拿了國士畢業 我就報了個健身教練課程 那在加拿大 那我呢 就現在讀了一本很後悔的書 所以大家都說我提到 現在我是peat了一點的 都是我人生最peat的時候 那結果就想 要顧及自己身體 那所以呢 就要練好一點的身體 許Sir 時間關係呢 我將最後兩條問題 濃縮為一條 好啊 我想問你 你現在學了博士 是 在加拿大有一個職份 是 傳導人 有什麼計劃的呢 還有呢 如果你再一次 將他的經歷 去濃縮 由浪子回頭 嗯 不服氣 是啊 我按過 我只是想按這個 那 那 你有兩張照片交給我的 是 那 就 由這個這樣的 新路歷程裏面 你有什麼忠告給我們的同學仔 當我們呢 覺得自己條件不好 當我們覺得絕路 當我們不知道怎麼開始 在這個生命裏面 有什麼忠告給我們 你首先說一下你的計劃 嗯 其實我的計劃呢 就是 可以說沒有什麼計劃 這麼遲 為什麼呢 就是 當我過去這一年 在加拿大 我很多時候真的祈禱 大家試一下 當你很無助 很無興行的時候 你試一下祈禱 上帝真的會指引你這個方向 而我現在的計劃呢 就是這一刻 我們有幾樣東西 是一直想做 剛才就說健身教練 學怎麼健身好些 另一樣呢 就是你見到 咦 剛才我很想做 那我前幾天就去一間小學 就跟我們一起拍攝 就算呢 所以我也會邀請校長 邀請大家 因為我特地被一張照片 校長播出來 就是我想邀請大家 就是我們一起拍攝 拍什麼呢 就是我去了溫高環 裡面可能有些問題 關於讀書 關於成長 關於信仰 你可以有拍完電視台 這樣就拍完 然後問我 我在那邊有回答你 我們想到一些東西 是可以cross over 因為現在的科技這麼好 隨時都有zoom 可以去再聊天 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延續的 這樣 所以我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已經只是兩間小學 兩間中學 我就叫校長給我機會 是嗎 剛才不行 成為其中一間學校 因為我想試一下 我們現在叫做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其實我們很容易可以cross over 我也很想跟大家有不同的合作 譬如有時做功課 中文科 可能要做一些所謂名人專訪 我也有一點點名字 可以幫一下大家 有時有些叫做帝子故事 我又可以幫大家拍一些東西 而另一個就是出書 今次回來 就是跟這個作者叫Ben 他本身是一個工程師設計師 他就幫了好幾百間教會 改變為transform 之後很多人來 他就寫了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 他本來是英文 但是他就想跟我說 我也想出書 我就幫他變中文 還有幫他有一個編輯 所以你說 現在我一直想做 就是鼓勵你青銀 還有寫書 還有繼續在教會工作 我自己看溫哥華那邊的電台 我每個禮拜都會做節目 所以我就一直去做這些傳媒的工作 希望可以能夠祝福到大家 另外就是最後一個 有什麼忠告給我們呢 我想忠告就是 千萬不要放棄 你說 很廢話 如果你現在那一刻忍著放棄 我想請你看看我這個 又生了一輩子 又懵豬顏的阿叔 就是我曾經都沒有放棄過 還有如果你說 你家裡環境不好 我家裡環境不好 你說你這一刻的成績很差 我曾經成績比你更差 所以我經常跟這些學生說 我說我都沒有放棄 我都可以 你都可以 如果你叫我放得白一點 就是你連放棄都不夠白 因為你們有正的條件 因為你們就算沒有條件都好 都不等於可以放棄 所以今天希望沒有枉廢我 一早出現 你都要跟大家分享 雖然我這一刻很睏 但因為我有專業精神 還有我那時候為了講話 講得好些 我真的去了art center 去跟中英話劇團 是學畫劇的 我要學怎樣表達得好些 學怎樣運用我的聲線速度 節奏感情 所以最後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那個目標 你就會有很多其他東西配合 去達到的目標 好嗎 祝福大家 Thank you 好 這邊掌聲給大家 參謀我們大家可以 掌聲給大家 我們都會遇到 對於科學大學的成功 真是能夠建立更多的生命 能夠榮辰的一天 謝謝 我可以在這邊請大家